我竟然把小月的满级宠物半家卖了 事情是这样的 听说最近小月当起了农场主 训养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我这好奇心倒受得了 于是我便去找小月一探究竟 原来小月在玩阿姨有问题里面的虚拟宠物游戏 过了一会儿 小月肚子突然疼了起来 说要去上厕所 让我帮他玩一会儿 我当然很乐意帮忙了 不可以啊 小月金币还挺多的 不过我要帮小月赚更多的金币 让小月成为小富婆 给他一个惊喜 哎呀 这二级宠物赚的金币也不多啊 哪个是最值钱的呢 哦 好像是这个 四级三颗星 把它卖了 小月看到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金币 肯定会很开心的 这边还有四级小松鼠 小象 灯神 全卖了 赚了好多金币啊 哎呀 我回来了 妈妈升级了几级宠物啊 升 升级宠物 没啊 不过我帮你赚了好多金币哦 你看 我把那个最高级数的小机子 小松鼠 小象 灯神全卖了 赚了好多金币呢 用那么短短一会儿功夫 居然把我的满级宠物全给卖了 这是宠物升级养成游戏啊 喂 不是赚金币游戏啊 哎 算我了 又把小月给坑了 小伙伴们 搜索 艾瑶有问题 你们也来试试 宠物应该是用来赚金币的吧 我没有用错了吗